建立好JVD101的这个专案 那建立好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结构 第一个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放程式码的地方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当然我的基本流程 标准基本流程 不会从那个source着手 会先从我的layout 这个layout呢在resource底下会有个layout layout底下会有个画面 这个画面的话呢就是activity的man的xml 那这个画面上面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UI界面上面目前只有预设会有个什么 hello world 那这个hello world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原则上看一看保留 如果不保留的话可以先把它delete掉 我现在只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很简单的好了 我按一个button 这个button按下去之后的话呢 那它就开始去帮我把七个号码跳 就是产生之后的话呢 跳到toast里面去好了 这个一个很简单的程式 那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在这个底下先新增一个button好了 OK把button放进来 好放进来之后的话按右键 上面名称稍微改一下 比如说随便打几个字好了 打这个产生好了 OK 好上面名称给它按确定 这个宽度其实都可以再调整 那预设它是一个relative layout 这个新版的这个开发环境预设都是relative 不过我比较建议如果你们 还不太熟悉版面配置的同学 可以把它change一下 按右键 可以把它先改成linear layout 对你设计会比较 比较好一点 比较简单 否则relative layout 真的拉来拉去很容易跑掉 OK 按确定好了 先把它改成relative layout 那我们就是产生一个什么呢 产生一个button就好了 好那这个地方呢 画面上面呢 就会多了一个这个button 那这个button呢 就是UI上面呢 我们会需要用到 也就是将来写程式的时候 我会侦测它 如果当user点它之后的话 我要让它去处理后面的程式 就是产生七个号码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第一个 请你给这一个button一个ID 因为我们将来程式呢 也会根据这个ID 去找到它 那一般我会随便给它一个名称好了 简单一点 B01 OK 这个就叫B01 按确定 那特别是改了名称之后的话呢 请你记得一定要save 如果你没有save的话 将来 你在程式撰写的时候 也会找不到 第一个 先把它save 好 这边有个产生 或者叫产生号码之类的 第一步就完成 UI上面一个button 改ID 第二个的话 程式撰写 程式撰写呢 直接把src这个部分 目录打开来之后的话 会有一个java档 程式就在这里撰写 那理论上呢 它已经帮我做了很多事情 第一个呢 包含怎么样呢 包含它帮我建的一个 这一个class 那这个class名称叫 mainactivity 的一个class 然后呢 它什么呢 extense activity 也就是说呢 它也是一个activity 那这个activity 主要做什么呢 主要呢 其实在android里面 activity的角色